那还包括我们说 整个的社区 它的这个豪宅大运 看起来是规划非常的完整 所以这有可能是 边盖边变更设计吗 有可能这样子吗 还是原本就已经规划 这么的完善 一开始就笃定 要去占用国有地呢 所以才有这么漂亮的植栽 然后前面还有个 类似像护城河一样 来守卫它的家园吗 来冠庭 这当中我们看出 原本的建造是不符的嘛 那这个当初是怎么样的 去就有可能去规避那个验收 这整个的过程 到这个整个的社区的完成 跟原本的建造 落差有多大呢 我们必须看一个关键时间点 是2013年的7月12号 这一天是什么日子呢 这一天是 这个整个豪宅完工的日子 完工了之后 你才可以去申请 所谓的使用执照 那7月12完工之后 12月20 当时胡志强担任台中市长的时候 拿到了使用执照 简单来说 在2013年7月12完工 到12月10号 整个拿到使照之后 他们不应该再对这栋建筑 做任何主体结构上的改变 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问题了 第一个问题 就是刚刚宽哥也有讲到的 他在整栋大楼 他申请的使用执照 可以新建18公尺 4层楼 但是我们只要数一下窗户 1层 2层 3层 4层 5层 6层楼 为什么多了这2层楼 我觉得这个疑惑 目前没有对外说明 而紧接着我们大家发现的 更新的一个状况是 其实我们这几天发现 他有一个地下室 但是地下室 那就好玩了 我们本来以为 他是拿到建造使照之后 才二次加工 对 可是所有熟知建筑的朋友 都告诉我们 你不可能是建筑 往上盖完了之后 才往下挖地下室 对 那会不会是一开始 从2012年开始 设立工程变道开始 他就有预谋的 要往下挖这个地下车道 地下室一定是工程 一开工就要挖的嘛 他不可能先往上盖 我们才往下去挖地下室 不可能 一定是先挖地下室 好 那就牵扯到了几个问题 我们今天也看到荧幕上面 下方这个有一张图 这张图呢 是护镇事务所的一个 当时的建筑的图 叫做台中市清水地震事务所 测量成果图 那这张图呢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很清楚的几个关键的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 严宽恒这几天对外都讲说 这是交给专业的建筑团队来进行 对 可是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在上面这里 所谓的这一个签章的部分 签的这个章 很明显的三个字 严宽恒三个字 他的盖章 他的盖章 盖章等同签名嘛 对 那你怎么会把你的章 随随便便给别人用呢 所以这当时的设计图 你是知道这个情形的 对 再来第二个 而且严宽恒是起造人嘛 对 所以起造人就是负责人啊 我就算他推给专业单位 这个签章就是他嘛 严宽恒三个字 难道是其他人跟你同名同姓吗 那第二个部分 我们发现另外一个惊人的事实是 在这一个台中市清水地震事务所 建筑测量成果图看到 这要重申 这不是国家机器 这张图 所有的台湾公民都可以上网去申请 但你要付出十块钱 这个十块钱昨晚停出啦 为什么拿到这张图 那个你们看到上面 真的一层两层三层四层楼 关键是什么 我们看到中间 他有一个长方形打叉叉 这个是什么 就是天井 什么是天井 天井就是这个地方 他对公家单位说 我不会进行兴建 中间保留一个空间 因为他的容积不够嘛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一个空照图 目前没有发现任何天井 看不出有天井的设计 对 所以合理的怀疑 他是不是兴建完毕之后 把这个天井封起来 变成实际的使用面积 我们推算了一下 依照他现在这个大小 如果每一层楼天井封起来 一层楼多八平 所以六层楼多多少平 快五十平 是 这是不是另外一个违建的事实 所以这一栋大楼就是一个超级大违建嘛 那目前为止他对外都讲说跟他没关系 我要讲这只是这个一二五零平的 这一个严家庄园的冰山一角 主建筑嘛 对 一千两百五十平分哪三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这个主建物 第二个部分是我们这几天一直在提到的 它是保护区 私人地的保护区 可是上面居然有几个不一同的建筑物 而且没有建造实造 完全从头到尾就是围建建在上面 第一个这个地下遮道 建在这个私人保护区上面 第二个这一个保护区的仪式围建 那这几天我们也看到很多蓝营的一些名嘴 或者是名义人士 有表示说他们的朋友有人去过 里面是一个招待所 这一栋台中市政府都发局也对外讲了 没有任何建造使造 但是台中市政府到目前为止 不敢再多讲一句话 说这就是围建 那不是围建是什么 是外星人遗迹吗 就是围建 就是围建嘛 因为这栋物资料嘛 对 主建物有 那你刚刚说主建物的那个天井不见了 对 所以是有可能中间变更设计吗 目前也没查到变更设计的建造 也没有查到变更设计的资料 所以你看到 它这一栋建筑它违建 那下面的这个保护区的地下车道 它有没有申请相关的一个规范 有没有申请相关的文件 看来也没有 那台中市也讲说 在这一块保护区上面 过去没有任何建造使造的申请记录 我们看到这一个招待所也是违建 下面这小国� 是不是也是违建 这个是保护区 那最后回到我们最早讨论的这个国有地 到此时此刻为止 严寬人还没对外道歉 2014年占用到2021年5月才完成 承租的程序 接近7年的时间 严寬人一句话讲说 我都是合法承租 好啦 就算2021年5月之后是合法 那他之前你一句道歉都不用讲嘛 况且我认为他还不是违法 还不是合法 我们看到他上面保护区上面的国有地 他的申请名目是因为要出入要进出使用 可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大间的一个警卫室 会有这么豪华的一个门在那边 这都不用说明吗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很调皮很顽皮 这件事情揭发到现在几天了 八天 我说真的 公保地那一件揭发完之后 三天之内 台中市政府就到现场去会刊 讲说这是违剑 社会压力逼着他们必须有所动作 这一栋 说真的 比那公保地 我认为还要离谱啦 国有地 保护区 违剑 所有事情全部都在这里 到此时时刻八天了 台中市政府还没有进行进行现场的会刊 派两个区公署的人员到门口按个电铃 对方有回应 等等等等等到后来没有人出来 那就回家了 台中市政府这卢秀卫这不是护航吗 我说真的 这个我还是奉许卢秀卫市长一句 你自己研考会有在做民调 我们都知道 里面有很多以前我的同事跟朋友 这个事情到现在 一个多礼拜你的民调掉了多少 你都知道 我们不要在这里讲 但是这件事情不只是影响中俄选区的选举 也会影响你明年台中市长的选举